大家好我是乎爱秀山 这个视频的咱们深度点评 特别练功太阳能时代新财 那么像特别练功太阳能时代新财 都有粉丝进行留言咨询 咱们呢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讲解 那么呢谁更有性价比 谁更值得低吸 谁又属于主持人当中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练功 刚才看到一粉丝很激动 说天顺风能 刚才讲的时候还没有 涨停 那么讲完之后纷纷涨停了 涨停就涨停呗 咱们先看特别练功 首先呢有一个观点 咱们前面已经表达过 特别练功的话呢 这类个股其实呢 对于手中没有的 你不妨用一个冷静的一个态度去观察 如果说以后你遇到类似的 你有没有可能把握住他的趋势主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只股当中他的走法呢 就属于主声浪阶段 什么叫主声浪呢 其实主声浪它是源自于波浪理论当中的一个视角 列出了一浪上涨 二浪回调 三浪上涨 四浪回调 五浪 它对的话主要是最通常的指的是第三浪 三浪的话也是称之为就上涨的空间和力度是最猛烈的 但是它并不是所有的个股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它不具有复制性而修缠通常给他讲的所谓的主声是指什么呢 是指经历了一定的平台整理 经历一定的增浪 经历一定的虚势之后 一个向上加速段而已 加速段 它可以翻倍翻两倍翻三倍 它也可以有一个百分之 列出了50%到80%这样的一个涨幅 其实在我的眼中这都属于主声浪的一个环节 好 那么像特地电弓这一支购物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咱们从几个维度第一呢 它在这个节点是一个日线级别大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大的中枢形成过 最后的话呢 走的是向上离开段 那么用咱们前面讲的三类观察的重要的模型的视角来进行思考 思考的话呢 列出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是满足什么条件呢 一可以拽收它主 就是主声还没有形成 向上离开段还没有完成 前过还没有突破 但是呢 在这个节点 MSD金叉上林轴量能有突破 均线的话呢 53114形成这样的一个拐点 这个位置呢 就好比什么 就好比咱们 7月8号 那个时间节点的方大探数如出一折 这是它的一个模型 那么第二一个节点在什么位置呢 观察点 是已经突破前面高点了 就它的一个向上离开段 正在延续中 在延续的过程当中 找到什么 找的是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那么这样的一个次级别的中枢平台的话呢 对应呢 就是它的观察点 那么它相似的案例还有谁呢 列说咱们前面讲到的像时代新材 其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案例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再往上的话呢 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完成 结构完成的话呢 其实它可以走一个30分钟盘整 盘整上 它也可以走这样的一个趋势上 它也可以走次级别的 列出5分钟的盘整上 5分钟的大的趋势上 都可以 但是呢 一旦完成过之后呢 向下回落下来不破 日线中枢上演 只要不破 如果强的话连强高都不触碰 连都不触碰 那么对应的话呢 会出现日线级别三连买点 那么这个位置三连买点出现的之际呢 就是咱们讲到第三个重要的买点模型了 这个买点模型的话指的是什么 咱们重点针对的是中长线的一个视角 就是大级别的中枢 大级别的震浪 大级别的平台 一旦突破 或者一旦走出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是好 第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好 咱们换一个颜色 好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这是第二个观察点 这几点就是第三类观察点 那么第一类的话呢 它的一个优势 一旦形成 一旦向好的方式推演 那么它的空间是最大的 当时的安全系统是最高的 但是呢 它的隐患是 它如果说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它可能会延续震荡 那么第二一个 它的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优势是 只要说 这是需要把握的是次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买点了 这个级别买点 它的一个空间 如果说遇到极强的话 它也可能会向上加速 但是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没有那么强 那么冲高 那么呢 要防范 诶 分钟 例如三十分六十分顶背离 好 那么这是一个上 向上离开一段内部 日线的三百出现过 最后的话呢 第一个三十分钟输 第二个三十分钟输 然后呢 再向上走强 这些的走强的话呢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当中 好 再一次出现咱们所说的均线结合三线操盘的一个拐连 好 又出现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呢 在这个阶段它就属于祖生了 祖生的一个阶段当中 怎么去把握呢 祖生的阶段当中 其实呢 连五军都不破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其实绝大部分 不少朋友呢 其实对于特别典工来讲 是可能曾经参与过的 但是呢 你可能赚了三个点 五个点跑了 你可能赚十个点 十五个点跑了 你也可能什么呢 可能只是追高了 阶段性的没有赚到钱 甚至说呢 刚刚要解套跑掉了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 真天真正像这样的一个 祖生的一个阶段 你没遇到罢了 遇到了又没有抓住 其实在股市当中 久而久之何苦来在 其实呢 讲一个视角 咱们回顾一下 咱们讲到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如果说方向没问题 业绩没问题 技术形态没问题 那么呢 要有一个底仓的一个思维 这个底仓的话是 所谓的底仓就指的是 要有守趋势的仓位 这个趋势的仓位 打个比方 一万股 是守趋势的 只要说 它的一个持股 唯一的标准 就是趋势坏不坏 只要趋势不坏 那么就是持股的 持股的理由 趋势坏了 那么就是离开的理由 那么如果说 对应的 想增加一些浮动的操作 短期的 短期的这样的涨跌 那么对应的 列出呢 同样有一万股是 把握它的浮动仓位的 把握它的一个波段的 把握它的一个第一高抛的 怎么办呢 偏了五军 当前直减 急速上浪过之后 收在五军之下了 撕不上去了 当前直减 那么毫不含糊的 就是即便了 卖出了 结果到后面 震荡当中没有下跌多少 又涨上去了 卖飞了 也没关系 你还有底仓在 底仓守的是趋势 扶动仓位了 把握的是短期的波动 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可能对于绝大部分朋友来讲 才有可能 抓住所谓的趋势个股 好 这个突变点弓 那么当前他的作法的话 沿着五军 向上爬升 五军不破 那么守之即可 但是守着没有了 这两个股 它已经出现了 从10块钱马上到30 又接近翻了3倍了 两倍多 没有必要再去追 怎么就用它 用它来 做一个经典模型的一个参考 因为它的技术图形来讲 是非常精免的 就是非常标准 并不是所有的个股 都有这么标准的图形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 作为教学素材来看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太阳能 太阳能 咱们昨天讲到 它不是昨天的高点不是顶 那么今天的话 对应的又创新高 而且今天非常好的一个节点 它是向下挥载一下五军 挥载一下五军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按照这个方法来的视角 来就看到 咱们来去 几个维度去观视 像太阳能 这一支个股的话 昨天对它的定位来讲 不管说它涨停 风板还是不风板 昨天这点可以向它的定性 小平台突破 大的收敛三角形趋势线的 趋势压力线的突破 这是它的定位 定位很重要 只要是突破的一个做法的话 那么接下来突破 最后灰彩 只是看它灰彩的位置 对不对 如果灰彩 趋势线不破 那么灰彩下来 就是买点 这就是用传统的一个思维 来去看 那么对应的 我们再用简单的 花线工具来去画一下 你会发现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 关心修缠用什么花线工具 修缠用的是红足教编 在网上面自己免费下载的 不需要付费的 这是方便教学的一个 方便教学的 那么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一个收敛三角形 那么昨天是不是突破 突破过之后的话 不管说 因为咱们姐妹讲的 对于开线的分析 它有两个视角 哪两个视角 一个是强弱 一个是位置 那么强弱 例如说 例如说是水 例如点摆 例如说是光头羊 例如说是中羊 例如说是小羊星 小羊 例如说阴线等等 开线它是有强弱之分的 这个强弱的话是当下 第二个是位置 位置是核心 就要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来讲 你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岗位上 来听匹配 就说呢 在企业也好 在单位也好 在任何 它是跟这个人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他的一个岗位 或者是他角色来衡量他的价值的 好 个股的开线也是如此 例如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 在那的一个内部来讲 一阴一阳 它只代表当下的强弱 它没有方向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就带有一定的方向性了 这个方向就属于 趋势线的 收敛三角形的突破 以及呢 30分钟中枢延伸的向上离开段 而且这个离开段走的比较强 和他们没位置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定性 定性过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昨天咱们讲到了 昨天 昨天咱们在点评的时候讲到了 它的一个高点 8块3块3 不是这一轮的高点 不是这一轮的高点的 就是因为 它是从量能来讲 从它的一个多图器来讲 越开线 MSD金叉 它临组上方沿着五月均线 现在爬升是强势状态 周开线 MSD金叉 临组上方 红柱拉长 在五周均线上方向上 它这也是强势状态 日开线 新城金叉过之后呢 红柱不断拉长 它是强势状态 在强势状态的 在日周月强势状态的前提之下 那么分钟级别的调整呢 个人认为是机会 所以说呢 昨天在点评的时候 晓得 只不过呢 从视角来看 那么如果他已经率先涨停的话呢 你在涨停的位置 没有必要去勉强自己 但是回落下来 那么呢 从他的一个节奏点上面 靠近下方这样的平台 尤其是今天给出这样的一个 铁武军的一个机会点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像这样呢 各国后面的跟踪式要是什么呢 他只是突破的收敛三角形 那么在前高8块6毛8的位置 有没有突破呢 还没有突破 但是他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就已经变了 变了什么样子呢 好 请看 这个位置作为第一 作为日线级别中输 好 这个位置呢 作为第二一个日线级别中输 当前走的呢 可以把它作为 相可以期待 日线的 中输日线级别的向上离开段 好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30分钟中输延伸 这个位置呢 是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中输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第二个日线级别中输 向上离开段 是可以这个国内推演的 推演过中的后面的观察视角 第一 当前是属于30分钟 我们用30分钟视角来去观察 好 他是日线向上离开段的 30分钟的中输延伸的 向上离开 这是可能有的朋友听到会有点绕 但是呢 他是他的一个结构 这是他的定性 定性的话呢 那么后面他做法呢 首先这个30分钟向上离开段 什么时候会会结束的问题 他没有结束之前就会言语上上 如果结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如果回落下来不破 中输平台上言 如果强的话呢 连潜高都不触碰 那么他又会对应新的 30分钟级别的 三里买点 而后呢 不排除这一方上 这个结构组完的话呢 估计潜高大概也有突破了 所以说呢 太阳能 咱们在他没有突破之前 现在很多朋友呢 应该是印象深刻的 在他还没有突破之前 咱们只是在反复跟踪 反复跟踪 在那呢 在他跟踪的过程当中 他逐渐增强的是 向上突破的动能和概率 如此而已 好 这是太阳能 如果说对于残龙视角 一点都不 就是非常的模糊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扎实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功 怎么看呢 用均线来就看 因为当前他也符合均线的 就是53 140 边均线都都排列 MSD净他零层上方 量能有配合 用均线是要去跟 那么贴五均 贴的十三天均线 都可以作为观察点去看 但是呢 一旦呢 连续的中阳 连续的长阳处 不要忙着去追 好 这是对太阳能的一个 态度和跟踪视角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实在心态 为什么说 刚才咱们在点评 咱们在点评 特别电故的时候 讲到了 它的一个模型 虽然说略不同 但是呢 它是属于大的 中枢平台上方 逐渐次级别的中枢平台 这是它的一个视角 比如说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好 回路 又可以把它作为 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来去看待 那么呢 它既可以作为 中枢延伸处理 也可以作为中枢的扩张 大的结构来讲呢 它是属于低点的抬高 属于这样的结构 因为这样的结构在呢 我们来看 它是不是大平台突破 突破之后 逐渐的次级别的平台的 次级别这样的平台的话呢 咱们前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演 这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中枢 逐渐 五分钟级别 逐渐的话呢 只要说补破 下方大的一个平台 对应呢 其实回落就是机会面 而且呢 这个回落的话呢 咱们前面其实讲过多次 那我们再来看 昨天就有跟踪啊 昨天跟踪的视角呢 这个位置回落 反弹再回落 而且的话呢 我们用五分钟视角来去看 因为呢 用日线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还是一比上 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属于一比上的 就是呢 可以把它 甚至呢 你甚至可以把它作为 周线级别中枢 向上的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呢 它因为级别在 所以说它的一个结构可期待 结构可期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它只是日线向上离开段内部 内部的话 连30分钟中枢都没有组件 它只是组件的是 五分钟中枢延伸而已 这个位置作为五分钟中枢延伸的 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在这个节点呢 考察的视角什么呢 前低的位置吗 只要说 回落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五分钟的线端上 五分钟的这个位置呢 线端下 这个位置下跌比较急 但是不破前面地点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结构的 大的结构作为前提下 这个位置很多人是会恐慌 一定会恐慌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图形比较难看 而且呢 行情的情绪会让你无所事从 但是呢 放在结构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 它前地破不破 对于它下方大的一个平台 有这样的一个依托 所以说呢 在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 咱们前面呢 在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都作为什么 作为DC这个节点来去对待的 DC节点对待过之后的话呢 当时它还是属于中枢延伸之后再向上走离开段 今天呢 又给新高 给新高的话 实际上还是完成的是 这个中五分钟中枢延伸的向上离开段 而已 如果说离开段 后面呢 能够持续走强 那么呢 它的一个空间会进一步打开 这个打开的不是说天天上涨 而说呢 一旦向上冲高 力度 有一定的反弹力度 体现出来 后面再回落 不破这个中枢平台上延 对呢 它的一个机会点 又会出现新的五分钟 距离三点买点 然后呢 再去跟踪 再去观察 好 这是时代新材的一个视角 好 同时的话呢 你用均线的维度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这个节点 它是 我们会发现 五十三年均线的 还是保持向上运行的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价格 它是围绕着 一会跌破 一会上穿 这位置有点粘合的味道 所以说呢 你不用残忍的视角 这个位置 其实用均线是不太好操作的 如果说 把它放在结构 大的平台 咱们前面经常讲的 大结构小细节 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接连 好 当然了 如果说一看见 像昨天这样的 一根苍阳上去 长了八个脸 九个脸 然后很兴奋 然后又去追 追了之后的话呢 一旦回落下来 六神无阻了 然后呢 又觉得后悔难过 一长上去之后呢 本来想的 哎呀 长到原来的位置我就卖 结果真长到原来的位置呢 自己又会各种纠结 这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呢 如果说基本功不扎实的话呢 还是去不断的去强化 去练习 多去画画线 多去呢 看看更多的个股 然后呢 找到感觉 好 其实呢 修产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是一种 分析的视角 和技术应对的方法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思维方式的形成 和这样的一个 保持一些良好的习惯 可能更重要一点 具体个股的涨跌呢 都是次要的 而且的话呢 从涨与跌 都是市场决定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我们只是能不能做出 正确的应对而已 能不能冷静的分析而已 好 这是对时代新财的一个态度 那么当前这个做法的话呢 今天量能是有的 价格是新高的 只是看到收盘 收盘能不能收在昨天 高点的是11块一毛九 能不能收在11块一毛九的上方 能收在此价格的上方 就是当下来讲 实为强势状态 就是强反暴 加放量 如果说收在此处在下方呢 那么对应了 它还是一个震荡 或者说中枢 期待可以用什么的 中枢可以向他离开一段 也可以做中枢延伸 好 这是时代新财的一个观察视角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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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